记者肖于新台北报导,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包括云朗观光集团旗下9家饭店,韩舍爱丽和六甫集团旗下5家饭店,今年宣布响应全球最大环境群众运动Earth Hour地球一小时,要在3月24日晚间八扁半起光灯一小时,呼吁大众一同光灯节能减碳。 Earth Hour地球一小时,自2010年起由荒野保护协会SOW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主办,至今全球共有187个国家,12000多个城市响应。 根据台湾地球一小时官网公布,2017年Earth Hour地球一小时活动当天,节电成效约8万度,2011年至2017年活动总季节电量为53万度,相当于减少28万6公斤碳排放量,等于种植25455棵树。 云朗观光集团表示,今年将再度吸收全排四大品牌,共9间饭店齐行响应。 除了在3月24日当晚8点半到9点半关闭饭店外墙或大型装饰灯之外,更集结旗下各大饭店联手推出24分之三当日限定创意素食餐点。 希望借由吃素食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来宣达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军品酒店及汉品酒店花莲与赵品酒店嘉义街主打当日限定西瓜生鱼片、云品温泉酒店、汉品酒店高雄、赵品酒店苗栗及赵品酒店台中则推。 出创意十足的素食精致料理。 韩社艾利也表示,当晚将关闭饭店外墙灯及投射灯适当调案及关闭非主要的室内照明,并透过全管电子看板、电子化客防信函及官网等管道宣保宾客共同参与,唤起人们对于地球暖化的重视。 六福黄宫今年也加入地球一小时关灯行动,包括旗下两间国际连锁品牌五星级饭店台北维斯汀六福黄宫,台北六福万一酒店当天除了一起关灯响应,六福黄宫并邀请旅客们关上房间的灯走出房门欣赏。 2017年台湾杯现代阿卡贝拉大赛社会组金牌的主Just Vocal Band的快闪演唱,一起在浪漫人生音乐中坚能浅叹。 此外,六福旅游集团旗下台北维斯汀六福黄宫,台北六福万一酒店,六福客栈,六福居公寓是精品酒店,关系六福装生态度假旅馆。 去年12月起宣布绿色旅速系列方案,推出一系列绿色住房鼓励旅客加入永续行动,经分阶段推动不足动提供一次性备品后,借由关灯行动这一天由六福旅游集团北区入业总经理周富华宣布,从6月1日起,全集团将全面不足动提供一次性备品,鼓励资源重复再利用,并提供奖励措施,呼吁住客一起爱地球。 感谢观看